不过再来看到考古的部分 听说这个考古最新的进度 在古埃及当中 有曾经这个东方武则天的皇后 王后的这个陵墓 几乎要被找到了 这个是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 由这个美国的 雅耶尚那大学的一位教授 叫做尼古拉里维斯 他所发布的一个讯息 那他最主要是针对 在埃及这个迪比斯附近一个商谷 叫做帝王谷的KV62号墓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图团卡门墓能 做研究的时候 他能利用一张照片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照片本身 而这个框起来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这一位教授 他认为说 就在这个框起来红线的位置的后面 有一道密门的存在 那这个密门的话 如果根据他的说法讲说 预想图就在这一个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两个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说 后面这个地方 可能它隐藏另外一个墓室 就是secret doorway 秘密的门 两个门 它可以通往某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它咯 是这样的吗 对 这个在下面这个主观室的话 这个是图团卡门的棺材 然后这里面躺的这个 就是这一位18岁或22岁过世的少年法老 图团卡门的木乃伊 目前还放在里面 那这一位 这个预想图团卡大学的这个教授 提出这个说法 结果的话 他认为说 那为什么在这个墙壁后面 还要隐藏的一道门在里面呢 他认为说 很有可能说 这个门 后面要到密室 就是通往图团卡门的母亲 或者是后母 他的名字叫做 Navetiti 他的长相 他这个地方 就是他是东方 西方的埃及的武则天 埃及的最美的女人 那你说他武则天也对啦 因为他去的也蛮强势的 据说是图团卡门的妈妈 或者他的后母 那重点是 这个图团卡门后来过世以后 他的墓一直没找到 那这一位 这个尼古拉教授的教授 他认为说 这个墓室 就是这个墓室 后面的那一道密门 就是通往这个Navetiti的墳墓 他认为说 这个是在墙壁后面 因为他太监扫了这道墙壁 这个墙壁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 类似像一个门的形状 用的一个形状 在这一个壁画上面 所以他认为说 他应该有先挖出一个密室出来 后来再把这个墙壁 再给他填满 那这个是这一位教授 他的说法了 那如果他的说法可信的话 这个是个惊天动地的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Navetiti的坟墓的话 其实在这一个 他过世以后 一直从未被找到过 而且这个女人非常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誉为 古埃及的世界里面 最美的女人之外 同时的话 他所身处的时代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那当时他的这个先生 也就是能前任这个图兰卡门的爸爸 为了他而改变宗教信仰 所以其实 这件事情对于古埃及此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一个事件 但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小弟在家 我就有点想到的意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整个新闻看完以后 发现说 其实这位 雅园上大大学的 这位尼古拉里文斯教授 他的这个说法的话 其实可能我相信 在最近这两天的话 埃及文物局一定跳起来大声地抗议 为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兰卡门的墓应该有的样子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个 所谓的李世教授的那张图 指的是这道墙壁 密门 这道密门的这个墙是这道墙 那这一个 在这一个是图兰卡门的 这个墓的3D图 它的入口处在上面这个地方 简单来讲 你要进这座墓的话 是从这个地方进来 以后进入地下 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里面来 在右转以后 就进入这个图兰卡门的墓室了 所以这个是整座墓室的 整个结构图的样子 那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个人一直认为说 这个李维世教授或许说的这个说法 有一点点的夸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那一道密室那道门 是通往Nabutiti的墓墓的话 它没办法指出这个现象 什么现象知道吗 就是这个山谷的话 其实叫帝王谷 什么叫帝王谷知道吗 就是在古外基石里面 第17 18 19 20 王朝 它的所有的国王 都是往这个山谷里面送的 但是各可不包含了皇后在里面 只有国王在这个地方 只有国王在里面 皇后不在这个地方 那皇后在哪个地方呢 在山谷的后面的后山的地方 男女有别的意思 男女有别嘛 对不对 那个男生走这个门 女生走另外一个门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个山谷的后方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皇后谷的 所以其实Nabutiti存在的话 它应该在皇后谷里面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个山谷里面 所有的牧师 所有的牧师的话 其实埋葬的那一些 这个皇子成员 全部是男性成员 简单来讲 你是法老 或是可能是 法老继承人的王子们 才有资格往这个里面放 所以其实即便是 这道门后面 有一个密门存在的话 那么它通往的 也应该不是皇后的门 为什么这样讲知道吗 因为Nabutiti 其实她是一个皇后而已 所以皇后是没有资格 包在里面的 但是说到这个黎巴尔的时候 这个李文士教授的这个发现 可能是个大发现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这个牧师的规模 一直都很小 大家都很怀疑说 这么小一个牧师 怎么可能是个国王的牧师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在这道墙后面 还有个密室存在的话 或许可以解开 过去一直存在的疑问 是说为什么这个牧师这么小 是不是还有那些 未发现的牧师存在 就在这道那些墙的后面